大家好 前期跟大家分享了 用花盆来栽种白萝卜 我这颗白萝卜现在长是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小萝卜也大概有手指头那么大了 那么这一期打算跟大家分享 栽种这个胡萝卜 也就是红萝卜 首先是给大家配土 这些是普通的营养土 也就是直接从网上买回来的一些营养土 然后为了增加它的肥力 我会在这个营养土里面加一点农家肥 像这种干养分发酵好的 而且是经过高温杀毒 没有什么细菌 大概加入20% 跟这个土养一起混合 增加它的肥力 同时又能保证土养疏松透气 接下来就是装入到这个花盆里 花盆的底部加入了一些发酵好的花生壳 作为透水肠 好了这样就填好土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撒一些胡萝卜的种子 放上五粒左右这种萝卜种子 因为这个花盆太小 哪怕是长了出来太多 也是不够生长的 到它长出来之后呢 还是要将它分开 我给它浇水的话 会对上一点这种椰母原路 这种椰母原路呢 可以提高种子的抗性 让它长出来的新芽更加粗 更加强壮 按照1比800的比例兑水 好了这样就浇好水了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 也不需要太理会它 只要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 然后两天左右给它喷一喷水 保持表层的土壤 要点湿润就可以 等它长新芽出来 我们再给它适当的用点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 感谢观看